叶丽诚,我一直以为,我在你心里,不过是一个永远的替代品而已。 不是,楚隐月,你从来都不是谁的替代品,即便是当初本王讨厌你的时候,也很清楚,你是楚隐月,而不是任何人,而且楚隐月在这天下间,也无人可以替代,至始至终,本王只有你一个女人。 叶丽诚,你别告诉我你这些年,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。 是真的,本王除了你谁都不想碰,正是因为这样,玉儿他才会,所以本王不怪他,他要和人出逃,本王就如他所愿,因为从一开始本王娶他,也不过是为了招福而已。 叶丽诚,骗我很好玩吗?你和水清车大婚那日,我可是清清楚楚看见你和水清车同房了的。 看到本王和车儿同房? 没错,水清车那叫声,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呢。 叶丽诚,你在这种事情上骗我有意思,反正我也没指望你能有多干净,你难道还不好意思承认了? 可是那日,本王的确没有和车儿同房,那日,本王只是去看了车儿一眼,然后就走了。 并且本王早就和车儿说得清楚,本王可以给他王妃之位,给他荣华富贵,给他最好的保护。 唯独,唯独不能和他同房,这些年车儿也不是没有想过和本王如何,只是和月儿一样,就算是他脱光了站在本王面前,本王也满脑子都是你。 楚颖月,有一句话你说的没错,这些年本王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清心寡欲。 楚颖月听到这句,嘴角嘲讽的弧度再次勾起。 这些年,本王抱着你的旧衣服,不知道来了多少次。 叶丽诚,你,你是流氓吗? 是,本王就是流氓,一个被你毒了心,以为你死了,还要坚持为你守身如玉的流氓。 算了,不说这个了。 本王和车儿大婚那日,你真的瞧见了? 那日,或许我真的误会你了,那日凌横把我藏了起来,从我的角度,看你们的洞房花烛,只能看到你们的脚。 虽然我能听到你们的声音,可是至始至终,我都没有看到你的脸。 而且,当时,你和水清车同房之后离开了一小会儿。